歡迎回到財經台的直播時間 來到第一節是發達廣場 先和大家看看 大市方面走勢 現在這一刻升181點 做22,742點 至於大業成家方面404億 國企指數升175點 現在做11,344點 其指方面現在升205點 做22,656點 低水是88點 成交量方面經已超過三萬多張 先和大家跟進一下 半日炮榜方面的走勢 先看看哪幾隻股份 今天比炮最多 看到主辦成交方面 今天半日計算是有400億 股口金額佔了33億 至於 比炮最多股份是AON A58-223 佔股份成交有3乘3 中國平安23-18 都是第二隻比炮最多股份 佔股份成交接近3乘 第三位是939建行 佔股份成交方面有2乘3 第四位是南方A50-222 股口額是1.8億 佔股份成交方面都接近4乘 我看到這幾隻 都是跟內地方面的相關股份 先問你相關股份都被炮空這麼多 大家是否看淡內地股市方面 兩看 始終見到內地股市 其實見到近期相關ETF等等 拋空金額 或者拋空比率相對地比較高 始終這類型的ETF 跟內地股市一樣 由12月份低位開始反彈 累積升幅真的非常多 始終我相信近期有個拋空等等 可能都跟相關對沖活動有所關連 但整體仍然 短期來說 A股的確看到有個受壓的跡象 看到上陣指數 經過昨天的反彈之後 現階段都是大約在2330點左右 整股代變 但其實A股雖然看到之前急跌了落力 但我自己看情況 真的不算太差 星期一的急跌 雖然跌得急一點 但整個中期形態 我自己看不是太過差 內地股市 由去年12月份的低位 上陣指數為例 1949點這些位置 回升都上來 到之前的高位2444點 其實見到累積升幅都差不多接近 三成多有餘 其實見到近期來說 回調到下去 好像近期來說的低位 2260點左右這些水平 其實說回調幅度 就是之前整個星浪的0.382 看回整個黃金比率 看回整個回調幅度 到目前為止 都仍然是非常健康 或者看回 經過昨天的反彈之後 後市 比較關鍵的阻力位 上陣指數 看回2360點 如果能夠成功突破這個高位 即是2月份 2月20多號 尾段的時候的高位 能夠成功突破2360點這個水平 我覺得上陣指數是有條件 重拾升浪 始終見到近期來說 調整最主要是 市場都是把焦點 放在內地樓市的調控上面 但是見到近期 焦點在慢慢轉移 看回相關的扶持經濟 或者刺激經濟等等的政策出拖 所以在這些政策扶持下 我覺得用A股 仍然是有條件反彈的 所以就算見到股空比率略高了一點點 但我自己看回不算太擔心 因為始終見到整體而言 股空金額 都未見到有個明顯上升的跡象 好 講完A股方面 另外影響港股方面 就是外圍方面 見到美股 道指 周二創出了歷史的新高 全面修復了 就是金融海市要來的失地 看到恆指 今早高開190點 在22,750點開始 現在這刻升191點 做22,752點 今天港股方面 受到外圍方面的大動 上升了 為何今天港股後市 走勢 你看回恆指的技術走勢 其實你看到近期來說 雖然就算美股做得相對比較好 但我覺得後市來說 不能夠看得太過分地樂觀 始終見到內地股市的調整壓力 仍然在 暫時一日未提及到 2360點是即使比較關鍵的阻力 一日未能夠突破阻力前 上陣指數仍然有機會反覆沉底 這方面都拖累到港股 見到好像昨天為例 道指成功突破了歷史的新高 但ADR相對地 其實升幅是較外圍方面 做得不太好 始終見到外圍升幅這麼多 最主要第一講歐美的經濟數據 真是不錯 這方面都帶動市場衝進 他們未來部分的歐美企業 業績上面都有個不錯的表現 但你看回港股 近期來說 都是業績發佈高峰期 大陸說其實2012年整體現業績 市場普遍都沒有太大的衝勁 所以短期來說 升勢都見到有個瘦壓的跡象 見到近期好像今天跟隨外圍反彈 但整個勢頭都不算太強勁 你見到恒指 今天都反覆挑戰10天線 到目前為止都未能成功突破10天線的阻力 而比較關鍵的 可以留意這條短期的下降軌 暫時現階段在22,080點左右 我相信在22,080點至23,000點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23,000點也是20天線 我自己看回一天未能夠成功 正式突破20天線 很難確認整個勢頭是跌勢存定的 後市來說 我覺得可以看回 如果恒指能夠成功突破23,000點 才可以令勢頭能夠重拾升勢 所以現階段我覺得現階段 大市港股來說 仍然是一個整股代變的教局 今天來講 見到港股方面稍為站穩一點 但始終都要比較審慎一點 因為不知道大市整固到何時和深 所以大家要審慎一點 先和大家 跟進南炒股來說 最新的造價 見到匯控方面 最新報83.9毫半 升銀毫半指 中移動線要稍為跌3毫半指 最新報83.2毫半 中國銀行3.6升6先 工商銀行5.44升7先 建設銀行都升7先 最新報6.2毫半 港交所138.6升3 中人秀23.05毫升3毫半指 友邦保險33.2跌3毫 騰訊控股279.6升4.2升超過1% 金沙中國升超過2% 現價做36.6 長江實業 最新報116.9升6毫 新鴻基地產117 即升超過3 九倉方面 66.05升接近3% 中海外今天來訪反彈 中海外和華潤置地分別升 接近4%和超過2% 油股方面的走勢 中海油升接近1% 中石油升超過2% 中石化升1% 昆台能源現在稍微跌超過1% 現價做16.1% 中國神華現在升1毫 現價做28.5毫 好 跟進一下 藍籌股方面 今天做得比較差 最差的是中國黃黃 現在跌超過3% 請問你 除了之前的年升那麼多日 稍微有些回吐之外 稅銀方面也是降了 這個因素 但是留意大部分 大部分長探 最主要原因 都是說股值過高 這個問題 其實看回全年業績 往往真的做得非常好 見到營業額方面 能夠保持著一個穩定的增長 雖然增長速度仍然是放緩 但是成本控制上 往往過往幾年 真的做得非常好 毛利率也是再部增加 去到差不多3% 接近40%的毛利率這個水平 但是留意始終我都認為 其實看回過往來講 以往往的毛利率表現 40%左右這些 我始終都相信是行業的上限 未來來講 很難進一步去擴闊毛利率 意味著 比較關鍵 未來整個盈利增長 或者整個業績的增長帶動 可能會看回是營業額 能否保持穩定增長 但是留意過往幾年 往往的營業額 開始都不斷地增長 所以其實現階段 以2012年的全年度業績計 現價做了11元這些水平 市盈率都接近35倍 股值上我自己看的確是有些高的 所以後市來說 我覺得調整壓力 仍然相對地比較大 現階段我覺得買入直撥空間 長線投資的吸引程度 也不是太高 所以股價短期來說 我相信都有機會繼續收押 你看回股價的技術走勢 關鍵的阻力位 我相信是之前的高位 11.6左右這些水平 一日未能成功突破這些位 整個走勢我自己看回 不算太樂觀 不排除後市 股價有機會挑戰10天線 即是試試10.8這些水平 所以現階段 如果有貨的投資者 我建議可以把止洩位置 設定10.8這些水平 如果真的跌穿10-20天線 就擔心後市有比較大的調整壓力 我建議現階段 真的不要再買 可能股價會下降不少 才去考慮及立 好 跟進一下 旺旺延繼續11.1號以下 跌超過3% 謝謝Anna 跟我們跟進了市場的情況 稍後回來 繼續Anna在身邊 和大家跟進其他移動板塊 和各別有消息的股份 我們先休息一會